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看过溯源的来信后 溯源爸爸小心翼翼地望着溯源妈妈 溯源妈妈正在准备午饭 老婆 嗯 溯源妈妈转过头来 笑着望向溯源爸爸 她的眼神在剧烈地闪动 你要和溯源去游乐园 溯源在信里写了吗 嗯 我们今天和明昭一起去 我也去不行吗 溯源爸爸的话 让忙着白饭的溯源妈妈愣住了 不行 现在还不行 如果不是溯源爸爸 是多拉埃梦呢 多拉埃梦也不行 你再等一等 但是溯源叫我去呢 不行 溯源会认出你的生意 再等一等 溯源妈妈果断地拒绝了他 但话里满是安慰 溯源爸爸灰心丧气地低着头 看到这样的溯源爸爸 他也替他感到委屈 作为一家之主 作为女儿的父亲 居然连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他深呼吸 重新震惊下来 溯源爸爸 我们到了游乐园会跟你视频通话的 视频通话 溯源爸爸想了一会儿 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手 突然想起 原来他与溯源经常进行视频通话 记得他们通话的时候 总是开玩笑 溯源还会告诉他 今天又学了什么新的舞蹈 催促他赶紧回家 真是美好的回忆 真的吗 溯源爸爸再次确认道 真的 所以你再等一等 我保证 说着溯源妈妈伸出小拇指 溯源爸爸也伸出小拇指拉钩 朴明昭带着溯源站在医院门口 溯源妈妈急急忙忙赶来 下了车 他便抱起溯源 并对明昭道歉 不好意思 那个人总是吵着要一起去 多拉A梦 接话的没想到是溯源 溯源妈妈摇着头 不是 今天多拉A梦很忙 他要去演动画片 说着他将溯源放到了副驾驶席上 这是多拉A梦给你的信 读吧 溯源妈妈从包里掏出信交给了溯源 关上副驾驶的车门 他又转向明昭 溯源爸爸一直要求要来 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没关系 快出发吧 今天姐姐什么都别想 不是周末游乐园人应该不多 你们就好好放松下 就像姐姐你说的 学长可以以后再一起来 明昭上了车 溯源妈妈发动发动机 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溯源 看着看着突然笑了出来 多拉A梦写了什么有气的事吗 嗯 特别有气 什么是这么有气啊 这是秘密 妈妈 我能坐海盗船吗 海盗船 嗯 我想坐海盗船 到了游乐园 我们先坐海盗船吧 至我爱的朋友溯源 溯源 今天你要去游乐园了对吧 你妈妈告诉我了 溯源 这件事你一定不要告诉妈妈 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计划 实际上 今天溯源妈妈不让我和溯源一起去游乐园 但是 多拉A梦我要偷偷地去 如果妈妈知道了 一定会生气 所以你绝对不能说哦 溯源也想见到多拉A梦吧 游乐园里有海盗船 我会在海盗船那里等你 多拉A梦好高兴啊 今天终于能够见到溯源了 你一定要来哦 我会一直等到你来的 谢谢溯源 你能不再怕我 今天多拉A梦会陪你玩的 我会帮助溯源尽快痊愈的 想到要和溯源见面 现在我高兴得像要飞起来一样 希望溯源也会高兴 今天我们一起行动 不要告诉妈妈哟 拉钩 溯源永远的朋友 多拉A梦 天气热的就像一个针锅 多拉A梦站在路边打车 因为是在主干道上 过往的人很多 大家都在嘲笑他 不是因为他带着假面 而是他正站在道路中间拦车 看到他可笑的行为 经过的出租车没有一辆停下来 虽然全身被热气包围 汗如雨下 但多拉A梦依旧卖力地向出租车 罩着手 这条路上的出租车本应很多 但由于今天气温实在太高 所以出租车少了很多 而且就算停车 也会停在一般人面前 长时间没有打到车的多拉A梦 又采用了其他战术 不远处有个男人也站着打车 他悄悄挪到那个人的身后 待出租车停车 那个人前面的时候 他快速地打开车门 先一步上车 对不起 我急着去游乐园 因为酷暑本来就不高兴的男子 面色更加不好 多拉A梦厚着脸皮关上了车门 对司机说 师傅 我要去某某游乐园 可是是那位打的车 司机师傅不愿发车 男人生气地打开车门 想要将多拉A梦拽下车 这时他大喊了起来 我女儿在等我 我女儿现在正在海盗船那里等我呢 我不能迟到 本来应该我先到那里去等她的 男人一下子放开了他的衣领 小心地为他关上车门 又去打车了 某某游乐园是吗 出发了 确认完毕后 司机师傅爽快地开车走了 很热吧 司机师傅通过后视镜观察了多拉A梦 他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司机师傅将空调温度开得更低了一些 您把面具摘掉吧 不 我现在就是多拉A梦 不是宿原爸爸 我要成为多拉A梦 宿原 您说宿原 等红灯的间歇 司机师傅转过头来看向多拉A梦 嗯 我女儿宿原 司机师傅猛地转过身 握住了宿原爸爸的手 我今年五十岁了 也有孩子 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想要安慰某个人 加油 加油 宿原爸爸 你不能教我宿原爸爸 我是多拉A梦 后车的鸣笛声中断了他们的对话 出租车司机快速地发动了车子 跑着跑着 司机师傅突然将车停在了路边的便利店门前 等我一下 我得快点 你一定能比宿原先到 不要担心 我也是个快车手呢 司机师傅下了车走进便利店 买了一瓶饮料出来 上车后 他将饮料递给了多拉A梦 谢谢 但是我不能喝 因为我是多拉A梦 多拉A梦拿着饮料 催促着师傅快点开车 没关系 现在暂时坐回宿原爸爸 爸爸也没关系 快喝吧 多热呀 没关系吗 没关系 这是我和宿原爸爸两个人的秘密 我会保守秘密的 快喝吧 很快就到游乐园了 多拉A梦慢慢脱下面具 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 司机师傅递上了面筋纸 说完谢谢后 他便擦了起来 很想宿原吧 多久没有见到孩子了 我也记不清了 但是你怎么知道宿原的 司机师傅的脸上露出苦笑 多拉A梦和司机师傅 就这样通过后视镜对望着 虽然没有见过 但我知道宿原一定是个漂亮的孩子 宿原的爸爸也一定是一位优秀的爸爸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是父亲 我也有孩子 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啊 这是一种感觉 只要是有孩子的父母 就能感受到 红灯 出租车又停了下来 他们依旧通过后视镜对望着 眼神中蕴含着很多东西 两个人同时红了眼眶 绿灯亮了 车再次出发 多拉A梦接着说道 看来你也有女儿 而且是个漂亮的女儿 静雅思听 好声音不寂寞 下了出租车后 多拉A梦急忙来到售票处 售票处的女职员满是怀疑 您是哪来的 据我所知 今天并没有游行 我是来见我女儿的 快给我一张票 通票 说着多拉A梦 伸进口袋里 拿出钱包 您这样的装束 是不能入场的 对不起 请您摘掉面具 女职员一边无情地 阻止了她的入场 一边偷偷地通报了负责人 我一定要进去 让我进去吧 我女儿还在里面等我呢 不行 原则上只有参加游行 参加游行的人员才能戴着面具入场 对不起 我一定要进去 我就是多拉A梦 您让我进去吧 争执了很久 负责人终于到了 看到多拉A梦后 热情地迎上去 对不起 您这样的装束不能入场 您如果提前输了的话 就没问题 真是对不起 不行 溯源在等我 我们约好了 我们约好在海盗船前面见面的 您说 溯源 负责人开始一脸不解 溯源 随后便想起 啊 是溯源呢 大概是因看出对方认识溯源 所以多拉A梦急忙解释 嗯 是溯源 我是来见溯源的 负责人立刻同意 请进吧 溯源爸爸准备掏钱买票 但手票出的女职员微笑着说道 直接进去吧 只要是来见溯源的 我们都免费 真的吗 啊 太好了 溯源爸爸加快了步伐 负责人望着溯源爸爸的背影很长时间 随后拿出别在腰间的对讲机 马上请一组人来游行 地点就在海盗船那里 多拉A梦也在那 溯源爸爸会在那里等溯源 溯源左手牵着溯源妈妈 右手牵着明昭向海盗船走去 看到满脸笑容的溯源 明昭很是好奇 好久没出来了 心情很好吧 溯源没有回答 只是拉着他们急着向前走 他看到了站在远处的多拉A梦 一下子跑起来 然而溯源妈妈的表情却彻底僵住了 快速地抓住了溯源 妈妈怎么拉 溯源想要甩开他的手 而他握得更用力了 他无言地与明昭对视着 明昭的表情也很僵硬 怎么办 溯源妈妈用眼神向明昭求救 明昭稍微犹豫了片刻 瞬间将溯源与溯源爸爸见面后 会发生的所有情况整理了一遍 以八岁孩子的智商 绝对不会认出那就是爸爸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肯定 那不是多拉A梦吗 溯源喜欢的多拉A梦啊 明昭不知不觉地说出了这句话 仿佛心有灵犀一般 他与溯源妈妈同时放开了溯源的手 像是等了很久一样 溯源迫不及待地向多拉A梦跑去 而他们则慢慢地跟在后面 快要到达多拉A梦面前的时候 溯源停了下来 多拉A梦一下子抱起溯源 挤得很高很高 溯源高兴地大叫着 随后 溯源妈妈与朴明昭也跟了过来 两个人同时看到了地上泄了气的气球 十个不一个一个地数过来大概有十五个 而多拉A梦的手腕上则系着很多气球 飘来飘去 看到这里他们笑了起来 看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了 紧张消失后一股热流涌了上来 溯源 你知道多拉A梦有多想见到你吗 哦 怎么跟电视上听到的声音不一样呢 因为害气的缘故 多拉A梦声音变得很细 溯源稍微有些疑惑 这时溯源妈妈走了过来 这就是多拉A梦 昨天她感冒了 所以嗓子有些不舒服 随后朴明昭也插话进来 没错溯源 阿姨可是医生 她的确是得了感冒 多拉A梦再次抱起溯源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 溯源笑个不停 多拉A梦则抱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 只有朴明昭和溯源妈妈知道 不 了解她的所有人都知道 虽然她的肩膀没有颤抖 虽然多拉A梦表面是在笑 但大家能够感受到 她多拉A梦假面下的眼泪 很多人围在多拉A梦和溯源身边 中间还有很多卡通人物 伴着音乐在跳舞 多拉梅也来了 人们拍着手大声欢呼 声音在游乐场内回荡 以溯源和多拉A梦为中心 人们融为了一体 中间突然有人大喊 多拉A梦 多拉A梦 溯源 溯源 加油 加油 随即大家便跟着一起高喊起来 多拉A梦 多拉A梦 溯源 溯源 加油 加油 做梦也没有想到溯源爸爸会来 更没有想到一个这里 仅相当于八岁的孩子的人 居然能够独自前来 他是溯源爸爸 尽管戴着多拉A梦的面具 在大家眼中 没有多拉A梦 只有他 他不论变成什么样子 都永远是溯源爸爸 只要生命的旅程还在继续 我们便永远都是溯源的父母 溯源妈妈 溯源爸爸 是我们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因为这便是我们的名字 这是我最爱的溯源妈妈 今天我对你说了谎 对不起 可是我太想念溯源了 虽然和你约定好了不能去 但我就毁约这一次 希望你不要一回家 就马上拆开这封信 因为这样 我的计划就无法实施了 都是因为太想念溯源了 所以请你谅解 我相信你一定会原谅我的 突然想起了一部电影 《我是山姆》 这是我们两个人 看过的电影中 我最喜欢的一部 《我是山姆》中的父亲 和我很相似 因为他也不能见到自己的女儿 当时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都觉得电影中的父亲是个傻子 但现在看来 他和我的情况基本一样 这是我有了一种 找到了占有的感觉 电影中 父亲不仅会偷偷地去看望孩子 还会带着孩子逃出医院 我突然也很想那样做 所以我今天决定 乔装成多拉埃梦的样子 去见溯源 说心里话 我并不认为你会原谅我 但我真的太想见到溯源了 虽然我很害怕你会生气 但即便如此 我也要去 但在去之前 我还是要写这封信给你 电影中的父亲是我的榜样 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好爸爸 尽管还有一些 我不能完全理解的地方 但我一定会记住他的话 我想了很久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的父亲 要学会忍耐 学会倾听 至少要装作在倾听 即便是再也听不进去的时候 这句话的意思 你一定要解释给我听 我想要知道 看到信后 一定要告诉我 啊 突然有句话很想对你说 虽然不是我说的话 但你就当作是我说的吧 你的心意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爱你老婆 我错了 你的心意对我来说很重要 深爱着溯源妈妈的溯源爸爸 请求你的谅解 致老公溯源爸爸 真庆幸是在去了游乐场之后 才看到这封信 我一点也没有生气 你不会因为担心我生气 而一夜没睡吧 我真的没有生气 所以你不用担心 放心地睡吧 今天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以后我也会让你和溯源经常见面的 很多人都在为你鼓掌 看到了吗 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除了溯源之外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溯源爸爸 吃惊吧 所以以后也一样 只要溯源认不出你就没有问题 其他人都是知道的 你不用担心 如果知道溯源这么喜欢多拉埃梦 真应该让你们早点见面 溯源爸爸今天也玩得很开心吧 和溯源一起感觉很幸福吧 能够和你和溯源在一起 我也很开心 以后我们也经常这样一起出去玩吧 但是要像我们约定好的那样 这一百天里你还是杜拉埃梦 《我是山母》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 在去游乐场之前 我也想到了这部电影 所以很后悔没让你也一起来 电影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这样的 爱与智商无关 智商并不能衡量一个人爱的能力 我们所需的便是爱 为什么电影看过了 却想不起这句话呢 明天我会带你喜欢的饭菜过去的 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道歉 你就是你 就像电影中山母说的那样 我不是纸杖 我就是山母 你就是溯源爸爸 以后我一定不会再将你弃之不理了 溯源爸爸 我也想对你说 就像你对我说的那样 你的心意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爱你 我的爱人 全世界最爱你的溯源妈妈 智给我带来欢乐的都拉A梦 今天真的很开心 真没想到能够见到你 如果我有其他朋友 我一定会向他们炫耀的 就说多拉A梦来哈道船这边看我了 你抱起我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就仿佛拥有了全世界一样 老实说 开始我有些害怕 因为多拉A梦你比我想象的要高 让我想起了那个坏叔叔 对不起 你是我的朋友 我却这样想你 但是你抱起我的那一刻 我就不怕了 多拉A梦 我变勇敢了 是你给了我勇气 有你陪着我 那些可怕的游乐设施 我也不怕了 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吧 你能做我的朋友 真是气骄傲又幸福 本来想要和你再多玩一会儿的 真可惜 下次我们一定要早点见面 一起捉迷藏 一起去游乐园 游乐园的其他小朋友看到你 也会很喜欢你的 但是你不要和他们太亲近 因为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多拉A梦 真的谢谢你 多拉A梦永远的好朋友 溯源 静雅思听新浪腾讯非博 关注远方的世界 关注身边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